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由锅中滋滋作响 让人食指大动 看似寻常的日式炸鸡 却隐藏着来自欧洲的先进技术 就让我们先看看消费者对这些炸鸡 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 肉质蛮鲜嫩的 口感也还不错 它的皮跟调味料也都是用得还蛮好吃的 它吃起来跟我在日本吃的味道是一样的 而且它们的肉很多汁 很香甜 采用日式工艺的天然简单配方腌渍 有别于台式盐酥鸡的重咸口味 以及美式炸鸡皮厚高油脂 更能吃得到鸡肉的原汁原味 我们现在最受到欢迎的餐点 是黄金炸鸡 就是鸡胸肉去皮去骨制成 它有脱脆的外层金黄色泽 它的鲜嫩多脂也特别受到一般消费者的欢迎 这个鸡肉吃起来外香里面的肉又很软 然后这个肉质的口感吃起来很好 一块炸鸡要能够好吃又酸脆 背后的鸡肉处理肯定下过功夫 位于大卖场里面的气冷鸡料理概念店 从荷兰引进欧盟规格的气冷式降温设备 有别于台湾传统业者将鸡汁集中泡冰水来降温的方式 气冷鸡制成能成功将鸡肉原本的鲜甜味给保留下来 原来鸡肉好吃 食材选择也是很重要 第一个因为没有长时间泡水 它的养分不流失 所以能够把鸡肉原本的原汁跟原味保留 第二个特点就是气冷鸡的生产 是在全程一贯式的调化 所有的鸡跟鸡不接触 另外也避免人为的接触 那这样的生产过程能够避免这个交叉污染的这个疑虑 所以气冷鸡的生产能够提供消费者卫生又安全的鸡肉 消费者所重视的除了卫生与安全外 吃到鸡肉的鲜甜美味 也是消费者爱吃鸡肉的原因之一 为了让消费者吃得到也买得到好吃的鸡肉 业者除了以开店方式推广气冷鸡肉 也派人到日本学习日式炸鸡工艺的做法 我们希望豪富食堂有三好 第一个它是有好的食材 第二个它有好的料理 第三它是有好的一个体验 那我们希望豪富食堂能够做到这三种 那它是以日式工艺提供日式炸鸡 作为厨食的菜单跟料理 黄金炸鸡使用气冷鸡胸肉 以天然香料调味 金黄色的外表犹如黄金般动人 北海道战鸡则传成北海道道地手艺 使用新鲜姜蒜腌渍 肉质鲜嫩令人回味无穷 微笑炸鸡使用珍贵的里鸡部位 风味独特选择多样 令人口齿流香赞不绝口 所使用的气冷鸡肉全部经过农委会与农科院的产销履历验证 保证绝对卫生安全 不但成功打开消费者对气冷鸡的认知 提高接受度 同时也带来好的消费体验与商机 加勒福这几年来都在强调产销履历农产品的推广 他们强调产销履历跟超气冷鸡采用产销履历的这个做法是不谋而合 气冷鸡的引进也启动了台湾新一波的产业革命 不但让国人能够享受到欧盟规格的美味鸡肉 更将日式工艺带入料理 提供全民健康安全的鸡肉 企业秉持着传承字母企业经营百年的使命 誓言成为餐桌上肉品的首选 企业打造气冷鸡料理概念店来推广气冷鸡 除让国人能够使用到健康安全的鸡肉以外 更希望国人跟欧洲一样 都能享受到高品质鸡肉的机会 优了一天 优独播剧场上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